下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纠缠 叫做纠缠混乱 或者叫做是散开 纠缠混乱是散开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才会发现 你看到这个汉语词之后 觉得这个词比较矛盾 那么它到底是纠缠混乱呢 还是到底是散开呢 首先注意一下它前半部分 纠缠混乱 缠在一块 我们在以前学过这样的一个词 大家看还有没有印象 叫Tango 很早以前的词了 老词了 T-A-N-G-L-E Tango叫做纠缠 纠缠到一块 但这个散开呢 所以它一般都强调什么呢 它一般都强调的是 织物的开线 真织物 比如说你看毛衣挂在凳子上 衣服全挂开了 毛裤挂在凳子上 一到家毛裤没有了 全部被挂掉了 这要知道 这个叫做开线散开 那么我们来看它前半部分 这个词 这个revel这个单词 跟谁放到块鞋呢 跟它 revel revel呢 这是新概念第二侧的一个词 应该算是高中的一个词汇了 表示的意思叫做对手 对手 我们想到是打过架的东西 大家回忆一回 两个人打架的时候一定是缠在一起 扭打在一起 一定是这样的情况 私打在一起 所以说这跟他放到一块 纠缠在一起的是对手 打在一起的混乱对手 这放到一块 r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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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个散开 肯定把两个人分散吧 你看咱们说看那个什么拳击啊 或者散打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裁判中间把两个人拆开 第一个就是缠在一起的 这俩人是对手 扭打在一起 放到一块就记一下 当然它下面很重要的一个单词 看一下是谁呢 是unrevel 它下面很重要的一个词是unrevel unrevel其实就是它的什么呢 就是它的反应词 你看一看 就是它的反应词 unrevel是它的反应词 一个是表示叫做纠缠混乱的意思 一个是表示这样的一层含义 纠缠混乱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这个叫做 叫做解开或者叫做铲铭的意思 解开或者是铲铭的意思 你看没有混在一起 没有缠在一起 第二个意思表示的是拆开 叫做铲铭 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我们是叫做解开 比如说I revealed not 把这个扣解开 第二个意思表示把一个事情解开 叫铲铭 illuminate illustrate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就不说了 结束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下边下一个词叫做rebuff rebuff rebuff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回绝 或者我们叫做拒绝 回绝拒绝这个单词 大家看一下 rebuff 我们在以前学过可能学过两个单词 一个叫做refuse 一个叫做reject 有这样两个单词我们曾经学过 那么这里边呢 咱们在国外考试当中呢 还有两个词 一个叫做rebuff 另外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repudiate 一个叫做rebuff 一个叫做repudiate 一个是rebuff 一个是repudiate 我们看一下啊 有这样两个单词 是在咱们在北米考当中的两个重点 refuse和reject 就考到的机会很少了 因为它非常简单 都是初中词 这两个单词呢 同样都表示拒绝的意思 这个单词是我早前给大家讲过的一个词 我说pud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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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 当时咱们讲了一个单词叫做无耻 厚颜无耻 或者叫做无理的 草率无理的 叫impudent 叫放肆无理厚颜无耻的 impudent 咱们先给大家讲过 我当时说到 我说这个reputate 叫做让对方不好意思 把某人给撅在那了 撅在那了 这个叫做断然拒绝 断然拒绝 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忘了 这两个字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字 比较难 reputate和impudent 不会感到不好意思 这叫做无耻的 这个这个这个放肆无理 上面这单词也叫拒绝 rebuff这单词呢 意思也一样 也表示叫做拒绝回绝的意思 所以这个re作为前证来讲 它在此处都是表示一种相反 都是表示一种相反 反对的意思 都是表示一种相反的感觉 回绝的意思 后半部分这个buff 大家可以通过谁去记 大家可以通过他去记一下 就是buffet 爱吃的同学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单词 都应该并不问生 叫自助餐 你可以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一下 因为buff呢 咱们都知道表示 他可能这个词 不是特别常用 抱歉 这个词可能不是特别常用 它叫做米黄色 米色米黄色 所以这个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你把它去掉就完了 你可以把它讲成自助餐 回绝了一个人吃自助的邀请 比如说今天请大家去吃自助 女孩子正在减肥 说对不起我不去了 回绝了吃自助不去自助 叫做回绝拒绝 回绝拒绝 把它想成buffet rebuff 不去吃自助餐 另外一个词叫做 是一个人对方不好意思 这也叫做拒绝了一个人 回绝了一个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殊词PE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他有没有见过 叫做decline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decline decline这单词表什么意思呢 也表示叫做拒绝 但他讲的是有什么样的拒绝呢 叫做谢绝 蜿言拒绝 叫做refuse somebody in a polite way 他讲到这个意思 叫蜿言的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叫做谢绝 叫做decline 所以一共大概就这样五个词 大家把它放到一块 好 那么这词到这里不说了 结束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recalcitrant 读一读这个词 recalcitrant 叫反抗的反对的 反抗的反对 还就是我们说叫be against 还是取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这里面 recalcitrant这个词 本身它也是比较难记 它没有展开的同样一体词 但它是个重点词 我还是要讲一讲 这个词既然叫反抗反对 所以这个reb人 他取的还是哪个意思 还是取的是against 他取的还是一种相反的感觉 取的还是一种相反的感觉 这中间部分 你要翻开词原字典 那个解释 c-a-l-c-i-t-r 表示的是t 叫kick 叫反过来t 反过来踹自己人 这种人说 这个人怎么叫造反了 反对反抗的 但你这个里面 也是没法记 通过谁去记呢 还是建议大家 通过一个部分的联想就可以了 把它讲成call 把它讲成call 就是对着喊 后边一大堆东西 不用去记它怎么写了 把这个前半部分 想能call就行了 对着喊 你看小的时候 你妈说你吃不吃 你说我不吃 总是对着喊 你学不学我不学 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recalcitrant recalcitrant 反着喊 反着喊 但大家不要跟哪个词 是不是咱们真正有这样的 一个叫recal 这单词本身叫什么意思 这个叫做回忆 叫做回忆响起的意思 再一次喊 再喊一次 再说一说以前的事情 这个叫做回忆响起 但这里面大家注意 不要跟他混了就行 长长的这个词 叫做反着喊 对着喊 这个叫做反对的 反抗的 叫做反对的 反抗的 recalcitrant 那么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补充的一个同义词 同样都是谁呢 也是re开头的 都是跟相反有关 补充的一个同义词 同样也是 re开头有一些关系 rebellious rebellious这个单词 也表示叫做反抗 反对的 反抗的反对的 re表示相反 这里面呢 它是来自于动词形式 叫做rebell 名词就表示rebel 名词叫做rebel 读成这个叫做 叛乱者 反叛的人 动词叫做造反 反叛的意思 rebel rebel 两个读音 rebellious是它的 名词形式 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是它的形容词 也叫做反抗的 造反的 或者表示一个人 叛逆的 桀骜不逊的 都可以 叛逆的 桀骜不逊的 叫做rebellious rebell 那么这里面这个词 如果说老师 这个词我没有见过 rebellious没有见过 还是一样 画一个横线 把它先记下来 re还是比较相反 这个bell 在希腊词词当中 本身跟打有关 他在希腊词当中 本身也是跟打 有一些关系 但是这边 我们不要把这想象打了 你还想跟fight 长得差得太远 但还记得 我曾经给大家 讲过一个特征 我说什么特征 我说beat开头的词 通常都是跟打 有一些关系 比如说木棒 bar board 板子 木板 木棒 还跟敲打有关 比如说叫做beat bat 球拍 击打 都是来自 所以你就通过beat去击 反过来打 反过来打自己人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反叛 造反的意思 反叛造反的意思 rebellious是他的形容词 rebellious是他的形容词 叫做反叛的 造反的 还有哪个单词呢 再补充一个 叫做unruly unruly unruly 我们来看一下 unruly这单词呢 也是表示一个人 叫什么叫做难以管束的 反抗的 难以管束的 这个词还是比较好记得 为什么难以管束 不好管的呢 就是没有规则的 中间是个ru 就是ru这个词 不懂规矩 不守规矩的 unruly 叫做unruly 那么一共就是这样几个单词 把它仨放到一块 我们像在很早以前还学过哪个词 难以管束叫intractable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intractable 叫拉不住了 也叫做难以管束的 不好管的 难以管束的 intractable 那么一共就是这样几个单词 recalcitrant rebellious 还有叫做unruly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讲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叫做reciprocate 对这个词 reciprocate reciprocate 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酬谢 报答的意思 叫做酬谢 报答 或者我们说叫做 叫做户籍 都可以 咱们在当年学过一个词 报答 叫做reward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吧 R E W A R D reward Award Grammy Award 想想格莱美奖 奥斯卡奖 用的是award 那么报答叫reward reciprocate 跟它是作为一个同义词 放到一块 叫做回报 报答 酬谢 我把它的名词 先给大家写一下 叫做reciprocity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形容词形式 叫做reciprocate 我们先把这几个词 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把这个词放到一块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reciprocity 下一个叫做reciprocate reciprocity 第二个叫做reciprocate 那么这两个单词 咱们把这三个词放到一块 大家会发现就是后绝不一样 所以你只要记住一个 就都能记住 那么我建议大家先记这个词 为什么先记这个词 因为这词长得很对称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国家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叫做互惠互利 中国人讲究理尚往来 说你给我领二斤牛肉 我给你送俩猪腿 是强强的猪蹄 强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做reciprocity 叫做互惠互利 那它为什么叫互惠互利呢 大家抓住这个部分 你看一下 大家抓住这一部分去看一下 RE作为前职来讲 表示的是向后 PRO表示向前 所以它讲是先给你 然后你又回来 这个叫做互惠互利 表示back 那么我建议大家怎么去记 你看09年的时候 奥巴马来到中国 先来到我们的城市 PRO加个city 然后后来在第二年 总书记又回访 Ride city PROcity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这样的一个词 Ride city 就是通过一个联想 因为CEI 它是影射了CESS这个词 SESS 叫走 不建议通过它去记了 因为差得太远 不建议通过它去记了 它把思给去掉了 原因变了一下 但是建议大家就成这样去想 你边上眼睛 现在想一想 什么叫互惠互利 先来到这个城市 又回到这个城市 Ride city 非常好写 按照这个表情 记得非常好写 抓住它俩 来你看上面这个单词 动词换了一下 互给筹答 筹谢 你给我好处 我也给你好处 这个叫做报答你 Reciprocity Reciprocity 注意在这 这叫做Reciprocate 下一个单词叫做Reciprocate Reciprocate 形容词 叫互惠的 说互惠的条约 Reciprocate 互惠的条款 这个用的是它 都可以 叫Reciprocate 把这三个放到一块 一定要记住 向前又向后 抓住这两部分 这个词的意思就能有印象 每个词要记住 记得是特点 而不是记它字母的排列组合 那你记不住的 一定要记它的特点 就记这一块就行 Reciprocate 好 那么 抱歉 补充了一个反义词 咱们在这里面 再补充一个反义词 补充一个反义词 叫什么呢 叫做Retaliate 一个是报答 那么Retaliate 写的旁边叫报复 Retaliate 注意这是一个 不及物种词 要接这词 Against Retaliate Against Somebody Retaliate Against Somebody 叫做报复的意思 叫做报复 复仇 复仇 我们在以前学过 像什么Revenge R-E-V-E-N-G-E 还有Avenger 对不对 这个复仇者联盟 大家可能都看过电影 用的是那个Revenge Avenger 那个词 Avenger 但这边也是一样 报复某人 Retaliate Against somebody 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某事 来报复某人 那么这个报复 还是一样 什么叫报复呢 R-E还是取相反 这是一个复向词 还是取相反 中间部分 大家把它讲成谁就完了 把它想成tell 就是tell against 去讲反对一个人的话 你这样去想一想 你说一些反对他的话 报复他 这是对一个人的 一个反向情感 Retali against 这样去讲 retail 讲反对 讲反对他的话 讲反对一个人的话 Retaliate against somebody 这个叫做报复 一个报答 一个报复 一个reciprocate 一个叫retaliate R-E-T-A-L-I-A-T-E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就设题结束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面这单词 大家看完之后 会有一点点熟悉的感觉 叫recompense 大家看下这个词 recompense这个单词 它表示什么呢 叫做弥补补偿的意思 叫做弥补补偿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它是来自于谁 是不是来自于费用这个词 我说过一起 给你花一些钱 用钱去弥补补偿 re取的是加强 再一次 跟哪个词是同源的 再来一遍 叫做compensate 跟这个词是同源的 compensate recompense 这些词for 这些词for 是使用的 这次不再讲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 叫做recuperate recuperate recuperate叫什么 叫做复原 康复的意思 我们在以前学过一些词 比如说叫做recover 还有我们说叫什么 叫做convales 大家看这个词 记不记得 V-A-L 除了表示价值 还表示强壮 咱们再讲 骑士精神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shivery 保持强壮 cheverous 那个词 回忆回忆 那么咱当时后来 又给大家在那里 补充了这样一个词 叫convales 我说逐渐强壮起来 也是康复 回忆回忆这个词 convales E-S-Z-E结尾 recuperate这个单词 它是来自于谁呢 把这个at挡住之后 就看出它的真身了 这个词让你读一下 如果假设这是一个单词的话 你会怎么读它 是不是叫做读成recuper 对不对 这个为什么读成recuperate 其实因为这个 中读开音节 E在节目没有发音 所以这个U发本声音了 它读成recuperate 但是把它如果挡住的话 你看前面读成recuper 如果这样是一个单词的话 recuperate就是来自于谁 不就是来自于recover 你看看 谁跟谁变形 U和谁一样 O是一样的 P和谁一样 V就是一样的 recuper recover recuper recuperate recoverate 把它写在下面 它相当于这种感觉 recoverate recuperate 表示的意思叫做康复 复原的意思 叫做康复 复原的意思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词 叫恢复复原 跟它同源的 是来自它的一个简写 叫做recupe 就是取自它的前半部分 写在它旁边 这个词一定要可以去写 它是来自recuperate recuperate recoverate recoverate 是这样过来的 而这单词是取它的前半部分 还是表示恢复复原的意思 恢复复原 好 那么这次到这里就不说了 结束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一定要记住它来自于谁 而不是记它的汉语意思 一定要记recuper 是recover 这个意思马上就能记得住 你要不去记recover 那这就没法记了 下一个单词叫做redubate redubate redubate 叫做可怕的 令人敬畏的 可怕的 令人敬畏的 这要翻开词原字典 说中间这个doubt 在古英语当中表示的是害怕的意思 但这等于没给这个词原 所以不要那样去记了 就通过怀疑去记 就直接通过怀疑去记就完了 re这样想一想 还是取相反 所以这个怎么去记 叫做不敢怀疑 是吧 想想 对一个人根本不敢质疑 这就叫什么呢 叫做 对一个人根本不敢质疑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令人敬畏的 你看看 比如说上中学的时候 对于你的老师 从来不敢对他有一丁点的怀疑 他所说的 你会觉得他是一贯正确的 believe in his or her infallibility 信奉他们的一贯正确 所以就对于他们来说 叫不敢怀疑 redubate redubate 反对怀疑 去相反 这样想一想 叫做令人敬畏的 第二个意思 还表示叫做可怕的 叫做可怕的 可怕的 令人敬畏的 叫做redubate redubate 那么在此处主要补充的 还是同一词 还是补充几个同一词 那么有哪几个词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做 叫做formidable 叫做formidable 第一个 第二个单词 叫做awesome 第一个词叫做formidable 第二个词叫做awesome 第一个词叫做formidable 第二个词叫做awesome 好我们来看一下 formidable这个单词呢 叫做可怕的 令人望而生畏的 可怕望而生畏的 叫做formidable 这个词呢 首先看able不用看 形容词后最不参与意思的创作 mid呢 大家应该知道 叫做中间 是吧 mid是比较中间 就是middle的一个影射 这个词呢 记它前半部分 为什么叫做可怕的 令人望而生畏的 来自于fear 这个词难记就难记得 它发音变了 它如果读成fearmidable 就好记了 就是fear 这很显然人都能读出来 但它读成formidable了 所以在记忆上 不是特别好记 它就来自于fear 把fear写在旁边 就是原因之间发生变形 你可以把它写在旁边 formidable 在中间可怕还是可怕 是吧 叫做可怕的 formidable 下面这个词呢 叫做awesome 凡是稍微看过点美剧的同学 对于这个词并不陌生 awesome表示的意思 我们说叫做 wow 极好的 对不对 是吧 非常棒 惊人的这种感觉 但它还有第二个意思 也可以表示叫做什么呢 叫做令人敬畏的 因为它来自于前半部分 叫aw aw本身的名词 就表示的意思 叫做敬畏的意思 叫做敬畏的意思 令人敬畏 前面是名词 后面叫some变成形容词了 这个词是来自于fear 究极症 它是它的祭祀点 for是fear for fear formidable formidable redoutable 不敢置疑 也是令人敬畏 可怕 好 那么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redundan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redundant redundant这单词表 什么呢 叫做冗长的 冗长的 这个冗余的 啰嗦的 它的名词形式呢 是cy节目 也叫redundancy 那不是ce 所以这强调一下 cy节目 redundancy 那么它呢 通过谁去记 比如说文字的冗余 话的冗余 都会用这个词来造 它呢 在考试当中注意 它对应的词 反译词是简短的词汇 跟简短的词汇是对立的 它可以和冗长的词 可以跟这个这个 什么prolix 咱们之前讲过吧 向前留的 P-R-O-L-I-X prolix 还有什么tidious 可以作为同一词的 那么redundant这个词呢 它跟哪个词同源呢 它跟这个词是同源的 跟它叫做abundant 它跟这个词是同源的 abundant这是明显 这是高考词了 大家应该见过 只要你是一个正常参加 中国高考的人类 都应该见过这个词 abundant是不是叫做 丰富大量啊 是这个意思吧 丰富的充沛的大量的 所以你看这看 这个词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多 丰富的叫多吗 这个叫做多余 这样去记 说汉语跟我说一遍 多 多余 读边英语 叫做abundant redundant abundant 一个是多 一个是多余 一个是多 一个是多余 其实这边这个red 跟re是一样的 这个d没有什么意义 就表示一个加强 再一次再次多 所以还是多 多多余 多多余 redundant abundant redundant abundant 好 那么这次到这里不说了